汉朝时期 前2006年到2020年 匈奴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 对汉朝历史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匈奴的起源 政治组织 军事文化 与汉朝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介绍 一 匈奴的起源 匈奴是游牧民族 其起源不是很清楚 传说中 匈奴的始祖是皇帝之孙福西的后代赤友 在历史上的记载中 匈奴最早出现在东周时期 当时是与东周进行贸易的游牧民族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 匈奴开始向东扩张 与中原王朝形成了矛盾 二 政治组织 匈奴的政治组织 是以部落为单位的联盟体制 在匈奴联盟中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汉 卡 他拥有绝对的权利 负责领导部落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事务 汉下面是左右贤王 再下面是部落长老 匈奴的政治组织具有很强的等级制度和族群观念 汉和左右贤王都是王族出身 而部落长老都来自普通百姓家庭 三 军事文化 匈奴以其出色的游牧军事和骑士技艺而闻名于世 匈奴骑兵主要使用弓箭和马刀作战 具有出色的机动性和火力优势 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和军事文化都与骑马相关 他们的生活完全依靠马匹 骑马是他们的日常必需品 也是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武器 因此匈奴人非常擅长骑马 常常进行马上比赛和演习 以练就出出色的骑术和骑兵能力 四 与汉朝的关系 在汉朝和匈奴的长期交往中 双方的关系经历了多个阶段 在汉武帝时期 公元前156年到87年 汉朝与匈奴的关系一度紧张 发生了多次战争 但在南匈奴汉禅于被汉武帝俘虏后 汉朝通过婚姻 赏赐等手段安抚匈奴 使得汉兄关系逐渐缓和 在东汉时期 匈奴重新崛起 采取分化汉朝 攻打边境等策略 使得汉兄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 不过汉朝也不是一位被动 他采取了类似联合其他游牧民族 修筑边境长城等手段 来遏制匈奴的扩张 在三世纪中叶 匈奴联盟逐渐分裂成多个部落 这使得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大为减弱 五 匈奴的影响 匈奴对汉朝历史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匈奴的出现促使中原王朝 采取更加强硬的边防政策 不断修建长城和加强军事防御 其次 匈奴的军事威胁也促进了汉朝的军事改革 和现代化进程 如加强骑兵部队建设 改进弓箭等武器 制定武经总要等军事条令 此外 匈奴与汉朝的交往也推动了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如汉朝与匈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等 对双方的文化和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 匈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 其在汉朝时期的政治组织 均是文化和与汉朝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和意义 匈奴的崛起和衰落 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也对中原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